哎 单子已经递上去了 一会儿公宴开始前 我会亲自照应关家更衣 跟关家说 你替碧晗答应了人家求亲 碧晗绝食反抗 今日领武换人的事 这丫头 也真是猎性子 我看她是铁了心 扑驾关家 就得死 你平日也太偏心 今日见蓝条那丫头打扮起来 也并不比碧晗差 而且性子又温婉柔顺许多 或许今日关家见了她 更喜欢她 碧晗姐姐 你三天没吃饭了 身子撑不住的 你别倔了 他们已经去公宴了 蓝条果然跳了姐姐的舞 今日是风光了 菩萨佛爷与黄大帝 菩萨佛爷与黄大帝 你们听着 我 张碧晗 愿意用一半的兽 来换取关家 不看哪个贱人穿我的舞衣 跳舞的舞 你 我 打扮 你 我 我